10分沒錯吧 好這個我們下一場演講是開放原始碼軟體中文化翻譯流程的技術資源 因為翻譯它其實最難的地方不在翻譯 在共同合作的時候各種流程的這個怎麼樣讓它順暢 然後怎麼樣跟人家共同協作 所以這邊就是講這些的很多的這個心路歷程 那演講的人因為太多的就不再介紹了 等一下他們自己介紹 然後Tumor 新穎、Rosa 小雞是同一個人 然後Peter 跟鄭佳 OK 好我們就掌聲鼓勵一下 你要這個嗎 這一台喔 這一台 好 因為我前半段我會使用5分鐘閃電修 我換你講的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們有在場有數位部的夥伴嗎 沒有好 我的掌聲沒有來我們就安心的講 然後我們就講一下 對好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對 我們有做我們承接了一個案子 然後這裡的角色 我們可能包含OCF 然後還有我們找到的譯者 然後還有 對這些人怎麼合作去運作 那我快速講一下我們 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那個標案三本名稱就是開發媒體中文化 完整的我忘記了 但我覺得總結成是這個句子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那時候在思想協助 書業部想要推廣公民科技在地的運用 所以我們想要 他們已經手上有一份名單了 大概有這5個專案是想要 先做第一批的中文化 那這5個專案有哪一些呢 第一個就是 一個叫英國那邊有個 就是英國政府自己Gov UK有一個 Notify的 它這個系統就是通知的系統 它就是以國家的力量 去做一個通知的發送系統 它可能包含任何就是 任何官方的訊息要通知 或是什麼天災訊息要通知 那它可能整合了E-mail 然後可能電信 簡訊的方式去寄送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服務 對 那另外一個是線上 它其實你把它想想就是Google phone 但是是以國家能力去做 就英國政府去做了一個 線上調查的一個表單 對 那這兩個我們剛提到的 它全部都是Open Source的 它有放在Github上面去做 那我先快速講一下 就我們就是協助他們把它中文化 然後看能不能接下來在台灣可以使用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如果有人有安裝 它就是ELEMENT ELEMENT就是它前一個名字叫MATRED 它其實是用MATRED的技術去做E2E E2EE 對兩個E 就是End to End加密的一個通訊系統 那 那一樣它早期其實中文化也有 但是沒有完整 那我們這次也把它弄到百分百 然後弄品質更好 對大概是 這是第三個專案 好 第四個的話 這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它這個是在歐盟區用 因為我們知道歐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互相 但是國家 因為歐盟嘛 所以每個國民 應該是歐盟體系內的公民是可以在歐盟體系內互相到處流動 可是到處流動的這部分的中 我要怎麼驗證你到底是來自哪個國家的公民 對 那他們就在這個歐盟區有做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查驗身份的一個APP 那早期應該說早期 對應該說早期 它之前是用 這邊好像沒有註明到 好 它就帶一個像這樣的APP 那 你如果有去過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路徑的時候也會有一個APP 大概就長那樣的東西 或是我們如果去日本旅遊 它會有一個web版的查驗這種 這個是路徑用 就是以官方的能力去做一個簡單的身份驗證的方式去做的 好 那這個呢是 這個 這個也是英國政府提供的是 如果它以國家的量去提供一個守則 我要怎麼去做開放原始碼 那它有一些PALUS要遵守 對 那它 我們覺得這份裡面有蠻多還不錯的精神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我們也有參考一些裡面的東西 對 那這也是出發部在五個專案中挑選的這些東西 好 那翻譯的協作流程 長這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會一一解釋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其實 你說大 不大說大 說小不小 純粹就是互相彼此溝通的能力 很 要很高 對 那要怎麼在在現實內把它協作完成 那 我們 唯一要提的就是我們比較搞綱 就是我們做兩次翻譯 就是二階段翻譯 就是我們翻譯完一次 然後 教證 然後再找 專業譯者 再去看一次 我們再去做教證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做 我們第一次是 純文字轉成英文 然後第二次就要重品質跟最後的呈現 對 大概是這樣的比較搞綱的做法去做 但是 我們這樣做完之後感覺效果很好 對 所以我們就 大概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就是 貢獻回上游 就是在右側這邊看 就是我們所有的翻譯成果 最後有聯繫跟上游說怎麼貢獻回去 那 等一下我們接下來的四位會來分享 他們會怎麼處理這邊的部分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在地社群 其實我們找的譯者大部分都是 我們台灣還很活躍的社群 一起去參與這個活動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四位可以上場 這就是我們大概的角色 對我們有 不好意思太早Q 上游管理團隊 然後 我們的老闆就是那個 數位發展部 民主網絡師公民科技科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團隊 翻譯團隊 教育團隊 社群團隊 然後最後技術資源 技術資源就是我們剛剛會提到 我們是用weblet 就是一個翻譯平台 放在網路上 從網路去協作 對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會找這三個角色的人一起上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歡迎四位上場 然後在上場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再一一介紹 好 哈哈 哈哈 好 我用多久的時間了 好六分鐘 剛剛好 好 我第一個我想介紹的 我們就按照順序去介紹 我們先確認一下椅子 好 都可以了 好 沒問題 好 我們第一個介紹的是 Peter 我們都叫他大光 對 然後他是 大家如果有參與那個 Molilla基金會 Molilla台灣社群的話 應該都對他不陌生 那我還是照一下 字卡唸一下 就是 長期擁抱開源軟體自由文化 然後從2001年就開始在 Molilla社群 維護Molilla的相關產品 比如說5Bus Thunder Pro這些的 比較 比較多人在用的 中文化的部分 那現在是旅遊科技公司 TravelScope 去得共同創辦人 好 我們歡迎 謝謝 好接下來是 是那個鄭佳 鄭佳現在其實是 亞醫師 對 他今天從高雄上來 都為 不是嗎 嘉義 對不起 我一直 好 我一直以為你是高雄 那個 對不起 好 然後 其實鄭佳也在社群活躍很久 然後我 我直接講 就是 他是亞醫師 但是他很特別他是 針灸跟氣功 所以你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個 好等一下再自己聊 好自己聊 然後他是自由軟體的議者 自由軟體的協會的理事 他有一個 的open 舊的嗎 對不起 我沒有更新到 好我等一下 新的就是 專業議者而已 真的嗎 好 好就是專業議者 好我們等一下再仔細介紹 然後接下來是 開辦文化基金會 我們叫Rosa Rosa好 然後他的藝名是小雞 然後現在是目前是開辦文化基金會的執行秘書 對然後他在這個案子 有辦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我們等一下讓他自己自我介紹 好那最後一個是開辦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對然後也是在社群活躍很久了 對那 這兩位夥伴都是在這個專案裡面扮演很重要的假設 我們也是等一下來介紹一下 好就這樣 好 那我還是不免除掉問第一題 我們先從大光開始 請教授 好 我最後 我 我是 我是2mo 然後我是 我要怎麼介紹 我現在 現在是CostCover的行政組組長 然後我也 現在也在開辦文化基金會工作 對然後 我在這個案子 就是剛最右邊上面那個技術資源那一塊 對就是 搭建Web雷的 但我今天這個應該不會細談 因為這個太深了 就我們還是等一下可以直接來找我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先第一個想要問一下就是大光 就是 我們比較好奇就是 因為你是參與那個MOS TW的中文化翻譯這一塊 那這一次跟你 你在 你參與我們的專案 跟你自己在MOS TW參與的翻譯的流程中文化有什麼差異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本質上沒有什麼差異 因為主要就是說有一個人 把一句英文的句子翻譯成文 然後 然後 會有再有另外一個審核者來 確認這個翻譯的內容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那這個 這個專案本身上 這個流程上是 就是是一樣的 但是在這個專案呢 我們跟 像我平常在做MOS TW的貢獻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差異是 例如說像GOV UK的相關專案 它是一個完全全新的專案 那 它就是 怎麼講呢 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從頭開始去把一個比較大的專案的內容 去把它翻譯補滿 然後再來做review 那這種情況下就是 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再處理 就是整個專案裡面內部翻譯的一致性 跟跨不同專案 因為像GOV UK的專案有兩個 那跨不同專案之間的翻譯的一致性 這樣的部分 對 好 這一題 這一題那個大光有回到 回答到一個很 就是其實 我們翻譯的流程 其實有參考社群 所以才會 剛剛大光才會回答說 差異不太大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有認真去思考哪一個方式才是正確的 對 好 那我跳一個我想要先問正家好了 正家就是 就是你的背景是那個 我剛剛忘了介紹的是L10N社群 對 我們現在有點好奇就是 現在 就是L10N社群目前在台灣的狀況如何 都有想像 好 大家好 那個 其實L10N社群是一個自發性的組織 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組織 就是你只要對於 中文化翻譯 然後只要是自由軟體 像那個開源軟體都可以 然後 它就是Github上的一個組織而已 然後你有興趣你就加入 只要跟我們說一說 然後我們就會把你弄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在上面開一些狀案 有沒有的 就這樣 所以 裡面的人 都是自發性 他自己想要做些什麼 就做些什麼 然後人數不多 大分是學生為主 有少數是已經出來 像我們這樣工作了 然後 就業餘時間參與這樣 所以 以目前社群的狀態來說 就是有少數的貢獻者 大家都在各自做自己有興趣的 專案的翻譯 然後 偶爾就定期把自己翻譯的東西 回去上游 這樣 然後 比較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的話 自由跟開源軟體的中文化翻譯的量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就是說 參與的量沒那麼多 因為人也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是自己認養一些專案 然後就默默地翻譯 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什麼 Linux桌面之類的 就是 裝什麼 Ubuntu啊 什麼Federa 有用過嗎 這場有用過嗎 有用過可以舉手嗎 喔還蠻多的 對對對 就是像這些 那個 Linux上面的桌面環境 那蠻多都是 學生在幫忙翻的 蠻厲害的 就這樣 好 那我想問一下 那最近有沒有什麼活動呢 有沒有定期聚會 我們沒有任何定期聚會 我們就是在網路上 大家各自翻譯各自快樂這樣 如果有問題 就會有一個群組 我們有一個網頁論壇 雖然那個 最近才要整修一下 幻象 另外就是有一個Telegram社群 就是 有一個叫l10n.tw 大家可以找一下 如果 那個 對於參與這些 在 參與這些翻譯專案 然後他在翻譯上有問題 有些名詞要討論 都可以在上面 就是 隨意聊一聊這樣 啊 因為都是 業餘參與啦 所以都沒有很正式的聚會啦 或是很正式的那種 呃 推廣什麼的 對對對 好 謝謝政將 因為最近為什麼要問政家這個訊息 因為我 找資料的時候覺得 他們是一個很避暑的社群 就很害羞的感覺 就 所以有時候想要找他們 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很怕他們不會回信 但是 只是回的比較慢啦 對我會 我會再 因為我們想要找 其實有些 合作想要跟他們一起再繼續合作這樣 好 我今天想要問 小雞 對然後 不要緊張 我們 就回到你的專案 你再稍微介紹一下 你在這個專案主要是負責什麼 然後我想要請你特別 之後再講一下就是 有沒有遇到什麼比較困難 尤其是回到上游的部分這樣 上游 或是你要講跟數位部的困難也可以 先講數位部的困難好了 先講數位部的困難 先講數位部的困難 好 哈囉我是小雞 既然主持人叫我自我介紹的話 那 好我是小雞 那個 我在這一案主要負責的其實是 專案的時程和預算的控管 就簡而言之我是一個PM 那我可能比在場的許多人 都還要是技術麻瓜 所以其實我花了蠻多時間去 理解一個軟體化 軟體要中文化的流程 因為其實軟體它除了原本呈現的頁面 要進行文字上翻譯之外 它有許多的功能也要進行在地化 或是一些技術上的串接 它才有辦法變成一個真正可以使用的中文軟體 所以在這個流程之中我摸索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才安排了 剛剛後面的那個流程圖上的就是 無論是陰境中翻譯 以及到了自己peer review的兩關校正 然後讓這個翻譯的文字在網頁或是APP裡面的呈現 是合乎使用者狀態的這個流程 以及什麼時候需要技術支援 就是我主要是安排這些東西 以及各位譯者和技術中流砥柱的溝通這樣 然後回到剛剛突破問的問題 我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我自己本身理解這個專案就有一點自我困難 那除了這個之外是 因為在這樣子的專案 我們在數位部比較遇到的一些困難是 第一個是像剛剛那樣子的流程理解 因為他們可能會以為說 把英文翻成中文就已經跨越了這個 在中文化在地化的一大步 可是他們會比較沒有設想到 事後還有很多功能要串在一起的這個部分 就其實程式是需要大幅的改寫的 所以一開始還花了蠻多時間在跟他們討論這一塊 然後以及怎麼樣是開源的軟體 然後所謂上游的開發社群 就是這些軟體的開發者其實都在國外嘛 那如果我們想要貢獻我們的繁中版本的話 有沒有辦法跟上游交涉 這個也是我們在跟數位部 就是比較積極溝通的部分 那跟上游遇到的困難的話 我覺得困難是還好 因為其實頂多就是不回信嘛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志工 所以也沒有辦法勉強他們一直回我們信 那另一個困難其實是 如果原本的社群並沒有要做 國際化跟在地化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即使貢獻了繁中繁本 他們也沒有人要收的狀況 那目前是遇到Gov UK 那兩個系列的會比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後來他們的解法是說 如果往後還要再做所謂的在台灣的架構 要把它落地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參考像加拿大 或者是法國有Fork 他們原本的軟體出來的其他版本 因為他們本身就直接回信說 我們很樂見你們變成繁中啊 可是其實我們本來就只服務英國的政府的這些系統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你 這樣 這是我遇到比較多的 還有一個困難是他們不理解中文使用者的細部差別 例如說他們的檔案夾就直接分一個ZH 可是其實裡面可能會有簡體中文 就中國使用中文然後香港使用中文跟台灣的繁中 他們會搞不太清楚 所以要花一番功夫去跟他們解釋這件事 好 那個感謝小吉回答 回答得比較含蓄一點 好 我們剛剛有最後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ZH後面要接什麼東西 也是我們這過程中也會去Fight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 我們就好像在註冊ZH後面的什麼DN一樣 被人家搶走呢 我們又要再花一點時間去解釋說 他後面還有長別的東西 對 那這個也是我們也有稍微去處理的問題 那最後這邊稍微有一題要請欣盈來回答 但希望欣盈格局再拉高一點 我們要回答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我們再回答就是我們做這五個專案 就是像小吉這樣管理專案 然後還有兩位一者協助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都在圍繞在蘇惠部想要推廣就是公民科技這一塊 那其實我們一直 我們就我來說 我可能剛開始也不是很聽懂公民科技 到底蘇惠部到底要落實什麼東西 那我們在一兩次 包含小吉不斷的下去跟蘇惠部去做溝通 或者說幫他們設想一些東西的話 欣盈有一些發現 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稍微請欣盈來寫一下 公民科技這個跟重化有什麼關係 或是公民科技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去講 謝謝 好 如果我們回頭 我們有沒有那個list 如果我們回頭來去看當初的專案的時候 其實這個雖然是公民科技的內容 但是大家可以看這個list 就是基本上公民科技 如果我們台灣其實很成功 我們台灣的GTV社群他們很成功 他們打造了很多的公民科技 但是這些公民科技其實基本上是從由下到上 你想要去讓整個政府是可以被參與的 然後它是一個透明的開放的機制 那比較成功的一些狀況 例如說我們有空氣盒子的計畫 Las社群的空氣盒子的計畫 或者是社群裡面 GTV社群有預算視覺化 這種就是比較以公民需求 然後去思考我想要什麼科技 然後公民跟政府去做協力 但是你可以看到剛剛Tumor介紹的GTV Oh sorry GovUK Notify跟GovUK Forms 它其實是政府要提供的服務 所以對我來講它叫做GovTech 就是這樣子的GovTech 它對我來講它不太算是公民科技 那我就得去跟它去一個一番的溝通 我們得去一番的溝通說 其實GovTech是你政府需要 你政府要做Form 你們要做Forms 然後你不想要示範各地嗎 不要Google Forms 然後還有那個很漂亮的 什麼 反正有超多Forms可以做 那重點是那些東西政府想要說 我資料不要示範 那我應該要自己做一個中央 我們政府自己管理的系統 那這樣子的東西其實對我來講是GovTech 而且這樣子的GovTech 它有的時候不一定 有辦法融入CVTech的狀況 就是我們這種community的狀況 甚至是也不一定有辦法融入 像是給私部門company使用 這有時候都不可能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 Notify它是在通信 它就在跟你講說 現在有個緊急的狀況 我要寄email 或者是地震的資訊要寄出去 所以這種東西可能跟其實在民間需要的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是得跟他們溝通 或者是我們一起發想 怎麼樣把GovTech 再放進CVTech裡面 這我們也是現在目前正在嘗試的 好就是這一題其實真的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我們一直在互相的交流 然後跟我們也不敢講說是校正數位部的任何東西 我們就大概拋出我們的想法 給他去參考這樣 剛才有提到就是公民科技的部分 那我這邊就再回到問大光一下 大光應該有參與這五個幾乎 我記得Notify有 Notify有跟大光合作得非常密切 然後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然後Eleven 等等有 我剛好這題的辦公室問 那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 哪一個項目比較適合落地 落地在台灣這邊使用的 如果從落地的角度開始講的話 我覺得最快可以用的應該是Eleven 因為它就是已經在那邊可以運作的專案 所以如果任何單位或者是任何組織 如果想要使用的話 就直接抓下來安裝 然後把語言切到台灣的中文 那這樣就OK了 那其他像GovUK我有參與到的部分的話 像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那例如說GovUK Notify 可以透過這樣的服務 去發傳統的紙本信件 或者是簡訊或者是 還有什麼 還有E-mail 對 那這裡面其實只有E-mail這個服務 是你一把它跑起來 就馬上可以用的 那如果是簡訊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去跟台灣的電信業者去 討論說你要用哪個號碼來發簡訊 那紙本郵件的話 那就是說你還要再去跟郵局 或者是其他的快遞業者去討論說 你怎麼去送這些郵件 那都是會有比較多的行政成本 跟時間要去討論 要去處理的 對 感謝大光 好 然後正假我這邊想要問一提 跟中文化有關的 就是 我其實一直不是很懂 就是 中文化翻譯的重要性 我跟你講 我現在是講內心話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可以看得懂英文就好 為什麼還要再把它翻譯成中文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拼命的去做這件事 然後社會部為什麼要拼命的發案給我們做 為什麼 我只是想要聽聽看你的看法 好 謝謝 那簡單來說就是 公民科技 公民科技就是 人民都可以用嘛 要參與社會 所以說 這個公民科技 它很需要的一個特性就是 要大家都可以參與 然後要公開透明化 所以如果你是 軟體類型的公民科技的應用的話 那一定幾乎都是以 自由或開源軟體的形式呈現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來推行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中文介面本身就是一個 貢獻者參與的坎 例如說你現在大家都要用 你沒有中文就一定有人看不懂 對不對 尤其是你的那個教育程度的落差越大 他越沒有接觸過英文教育的 那他就沒辦法使用這個公民科技嘛 那這樣子他本身就是 不夠公民科技 他沒有所有你的人民都可以使用 所以 中文化一定是公民科技 他一定要具備的 尤其是你在台灣 你在台灣推台灣的公民科技 當然一定要有台灣的中文化 就這樣 好 那我可能想的比較淺一點 我有想說我看得懂英文教育 我忘了思考到其實還有教育落差的問題 對就是還有一些長輩之類的這樣子 需要共用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又再回到小雞 不要緊張 我這題比較簡單 就是 我想要問問看你的看法 就是你要怎麼去消你就是跟公部門的溝通 的這些落差 對 我知道這個 這題可能是比較難一點 就是可能稍微想 我們 你有沒有再回想一下 我們當初跟數位部在溝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你覺得 不管是事後 就是你可能事後做會覺得更好 或是當初你有做很好的決定 然後讓公部門有得到一個一致的認可 這樣子 好 我覺得我在跟公部門的溝通的話 其實我後來就是 因為他們其實並沒有這麼熟悉什麼叫做開源 然後以及我們社群通常運轉的模式 就例如說他們有時候會 他們最大的那個理解的邏輯 其實是他們會把很多社群的營運模式變得有點企業化 他們會覺得每一個社群感覺都是一個自成一國 已經有一點像小型工作室或是小型公司的東西 所以他們在思考這個方面會比較缺乏彈性 比如說他們可能就會問說 那現在的 現在開源的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治理機制嗎 或是他們都有某個名詞有一個非常共同的理解嗎 其實他們問的已經有一點像是商業趨勢那一類的 所以我反而要跟他們溝通的是 我們社群的特性 例如說我們強調的公開透明度跟自由度 然後每個人都有發想和參與的空間 而不是那種層層階層下來 上面有一個發起者他叫你做A你就做A 他叫你翻譯這一句你就不可以翻譯那一句 我覺得就是跟他們最大的溝通都是在 努力的釐清開源社群的這個輪廓是什麼 那甚至有搬出我們很顯而易見的那個推廣用語 什麼是開源那就很像是你去餐廳裡面吃人家的食譜 食譜可以公開但是廚師的做法你是抄不走的之類的 對比較像是這種比較基礎的溝通 那欣妮有要補充的 我想補充一下我想幫他們說好話啦 對 這是真的就是我覺得我這一次遇到的公部門的人 他們是知道open source社群 他其實剛好他們自己本身也有 有人是有資訊背景然後也有人是有參與過社群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是下面的我們講螺絲釘好了 或是下面的齒輪他們是懂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我們只要說明他可以接受 那他就可以知道說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但是比較難的東西都還是在於 這種東西還是要把它看待成一個專案 所以大家應該沒有想過說一個專案 一個翻譯案要在 maybe 15 天到一個月就要翻完 這應該在open source很難吧 我們沒有一年應該翻不完吧 好 那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他怎麼這樣子去做審計 那個東西就已經不是他部門可以管的 那是他的別的部門可以管 那我們要怎麼樣用公部門可能可以理解的審計方式 來讓公部門知道說我們真的有做完 然後你可以來查證 然後這些事情已經被我們完成 那反而因為他們懂開源社群 所以他們也知道說好 那他們可能可以怎麼樣跟內部的同仁溝通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算是我合作起來 蠻舒服的夥伴了 好 那個我也幫蘇惠布講一下好話 他們是真的已經算是很好溝通 然後我們到時候是有一點點 稍微超過像快變朋友的方式 就是你cover我一下我cover我一下 其實我們第一案開始做的時候有點緊張 怕會公部門很刁鑽 但發現其實到後來其實結案的蠻順利 讓我們到這樣就結案了嗎 我們後面還要幹嘛 讓我們有點不知所措的結束掉了 但是是順利的結束掉 好 我想我們現在在場時間快差不多 我最後一題大再問就是 我們要怎麼在場不管台下 我們怎麼踏入公民科技 我們要怎麼開始走第一步 或是怎麼開始做翻譯的第一步 大家選一個方式去回答 好 我們先從大光開始 我想從翻譯的部分開始講好了 我認為參與軟體的翻譯 不需要你英文講得很好 或者是說什麼考試考到特別高分 我覺得只要在某個水準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時候會需要有一點通靈的能力 因為有的時候有一些 寫出那些英文句子的人 他們也不是用英文當作母語的 所以他們會用他們自己的 本身的母語會寫出一些 我們看起來有時候會覺得怪怪的句子 那我們需要去了解他寫出這個句子當中的原意 這個功能是什麼 然後再把它翻譯回中文實際的 會變成的樣子 對 那這個我就把它簡單的通稱為通靈的部分 對 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參與公民科技的話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從你有興趣的範圍開始著手 例如說所謂公民科技就是民間發展的那種 科技參與社會嘛 對不對 好 那就是例如你喜歡登山啊 你喜歡露營啊 那你就可以參與一些什麼 街圖 OpenStreetMap 這種可以畫畫地圖啊 用GPS啊 有什麼的 那就可以貢獻出一些 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些材料 然後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或者是說如果那個公家部門 機關不是會發一些文件嗎 他們都必須要那種開放格式啊 什麼PDF啦 ODT之類的 可是例如以現在來說 ODT你很難在IOS上面打開啦 就是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貢獻什麼LibreOffice啊 然後在IOS上面的應用之類的 這樣就可以再消除一些公民 再看 例如說政府文件上的障礙之類的 諸如此類啊 就從你有興趣的方面 再去探索那個地方有什麼樣的公民科技可以參與就可以了 既然前面兩位是從翻譯以及參與社群的角度回答 我就從PM的角度來想這件事好了 PM做事常常都還滿有一個目的性的嘛 不然怎麼排時間跟安排進程呢 我覺得參與公民科技其實是先從自己的日常周邊 找到一些待解決的問題點 就甚至是平常走路走在街上 然後發現手上拿的飲料杯都沒有辦法丟 垃圾桶越來越少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衍生出 如果你想要有 如果你是有技術力的人 也許可以有哪一些的開放資料 可以讓你做一個台北市垃圾桶地圖 類似這樣子的技術應用 那如果沒有技術力的人 其實你也可以去申請看看 例如說促進政府的資料的開放 然後看有沒有更便明的資料 是可以分享給大家一起使用的 就對我來講比較像是 從自己的周遭找問題點之後 來看自己有沒有去多為這個件事 做一些什麼的能力這樣子 好我來幫數位部當個代表 工商服務團 我覺得之前我們在發展公民科技 是從民間開始 然後我們有很強大的GovZero 台灣的communities 那其實現在數位部他們在公民科技 民主網絡師公民科技科 他就已經要做這件事情了 我覺得反而是大家可以看如何去參與 他們其實都是想要用參與的方式 就連大家手上可能會拿到一張黃色的紙 那上面就是他在討論說明年還要翻譯什麼專案 他就是用參與的方式 所以也歡迎大家從政府往Moda那個地方去做參與 然後我們可以來看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公私協力做這件事情 我想補充一下 像是這邊的專案 就是之前已經翻譯了差不多的這些專案 就是其實Moda那邊原本的方向就是希望他貢獻回上游社群之後 讓這樣子的翻譯專案的能量可以維持在社群的運轉 那我們的翻譯的中文化就不會因為資源的轉移或是什麼額就斷掉 所以其實他們也是很努力開了一個自己的Github 或者是找一些就是貢獻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可以繼續回去再一次一再一再的更新和校正我們的翻譯 這是我覺得蠻難得的啦 就並不是結案之後這些東西就Over了 這樣錢發完就算了 就我覺得它是一個蠻永續性的東西 好 那個快速總結一下剛剛小基提到 就是我們最後我這邊技術部分就是把我們這翻譯五個專案 全部都就全部都轉移 直接轉移owner到數位部 所以數位發展部 所以我有短暫15分鐘是數位發展出的Github權限 然後就把全部東西轉進去 我也被拔掉權限 然後你現在去找那五個專案都還在上面 那就像剛剛小基講跟剛剛欣盈講 就是延續我們繼續還是開放大家去貢獻 你不一定是 你就是有能力你就去看 看它的官方文件 然後我們接下去會再把文件用得更好 你就可以直接在Github上面直接參與了 對 那這就是你可以去參與 參與你的公民科技的第一步 對 那剛剛最後有沒有時間差不多 最後剛剛有提到 就是他們現在 數位部現在有在票選下一期要翻譯的 的一些軟體 那我把這張放在這邊 因為我這張其實已經完全發完 那這邊還有QR Code 你來掃描 就去那個OCF攤位就可以換飲料 對 然後就可以幫忙投票一下 那你覺得哪一些東西是可以 我們下一期繼續努力的 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還是謝謝大光、正佳、 羅撒、小基金、大王跟欣盈 謝謝 然後謝謝今天 謝謝在場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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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